这有辆Sprinter啊 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辆车 它一记门呢 是把冰箱把那裤子放在这个位置 这一上来以后 冰箱堵在这里呢 感觉空间小很多呀 这应该是一个卫生间 它这个东西呢 用起来就很麻烦了 看这一排排的架子 可以放东西 洗澡上卫生间都在这里 问题是这上面放 要洗澡上卫生间的时候呢 把这所有的东西都要拿开呀 这马桶在这里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里面这个架子呢 是完全不实用的一个东西 两个座椅呢 能旋转过来 然后餐桌呢 就放在这个帽子上 这个小桌子 但这个位置的库洛这个位置呢 我感觉设计的不是很好 它的床呢 是两边把它打开 睡觉的时候呢 要把它放下来 按这种设计 这边呢 有一个小的洗手池 哦 这个车已经卖掉了 这个地方安了一些 地铁安的一些 地铁安的这种型号的 还是怕可能 应该是不好的 应该是安了香地面的那种 大家后面那辆车呢 那你看一下 那个是不错的 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呢 我是蛮感兴趣的 这种大车 高一个的话是很少的 很多人在这排队看 现在大家都排队近 我先看一下这个外面 它这里面是一个小电子 这边一个扩展出来 然后从这台阶上来以后 看一下这里面的空间有多大 前面驾驶员和副驾驶 这个地方有一个额头床 我站在额头床这个位置 往后一照 这边是一个大的扩展 把这个休息区和这个餐厅区 给扩展出去 这边呢是一个厨房操作台 这个电子呢 搞得是我感觉是很差的 因为它额头床这个地方 有个小电子 这边呢 门上面有一个大电子 这个呢 也是左眼看左边右眼看右边 能把眼睛看坏的设计 这边呢 这个沙发呢 可以把它打开睡一个小孩 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把它打开睡一个小孩 但是它所有的沙发和座椅上 都按有安全带 实际上是没什么用处的 因为你这个车就是两个人 是最舒服的 最多带个孩子 这后面呢 到它的卧室来 卧室里面呢 一张大床 还有一个小电子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扩展 现在扩展出去了 柜子做的蛮多的 它都是一个大扩展 整个全部这块 这一路整个都扩展出去了 它的卧室间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应该是洗衣机嘛 洗衣机烘干机都在这里 在床的旁边 这个地方还有两个 这个上下铺 这个上下铺的话呢 太难受了 我感觉 两个小孩 2022年 这个卫生间呢 设计的还算可以吧 用起来也蛮舒服的 对于来说这个A型车 我的梦想呢 是有一天呢 哪天搞一个这个尺寸 然后呢前面呢加一个四区 前面加上前区 如果四区的话呢 改起来的话 F750 光买个底盘的话 就要15万块钱 这个呢是一个卖 才有暖风的一家公司 这小才有暖风呢 是不错的 这个呢 现在基本上用的是最多的了 一百多块钱一个都是中国彩的 很多的 这个呢是这个是奔驰原装的 呃在第二排驾驶员下 第二排座椅下面就安了一个这个 这是和奔驰原装的一样 这个呢是比较大号的 比较大大一点的 他这个牌子呢是不错的 今天呢 我又看到这个车了 这个车也是已经卖掉了 我带大家看一下里面啊 他上面以后打开这个车顶帐篷以后呢 他现在正好有一个人往上走 要开着要往上爬的 这座椅旋转过来 可以在这有一个小餐桌可以在这吃饭 我带你上后面来看一下 后面呢他是这个呢是可以打开可以把它收起来的 三片做放放到这点 这个床呢基本上是铺下以后呢 见尽量的就不要再收起来的 来回收的话很麻烦的 啊这还带一个梯子往车顶上跑 这有点奔驰我带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他这个呢做的一个车厢呢 是骨头一块来的 这个用三五零零的底盘做的 这个车里面呢就宽敞很多了 这大玻璃都很舒服的 然后带大家上去看一下啊 这个车的特点 一个手柄一带就可以上来了 对面呢是一个三人的沙发 可以在这坐着 前面呢是驾驶员和副驾驶 可以旋转回来 然后前面这里额头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小的储物柜 打开看一下 这地方配了一个小的保险柜 这个保险柜能放啥呢 放一点现金 然后小偷来了以后 我估计先对这个东西下手啊 直接连保险柜都给拿出 这么小的保险柜 小电丝放在这里 这儿一个小的那个电器盒子 这个座的炉子和吸收台呢 做到的是蛮干净的 蛮清爽的白色啊 这个车的特点 我给你大家讲一下啊 你看不到床 这个呢它床在哪里呢 这正对面这个地方 这个镜子 这就是一个床 一个床垫 把这个垫子呢把它拿开 然后这个垫子把它拿开以后 这个床再把它放下来 放到这个座椅上 它的床在这里 你要睡觉的时候 要把它放下来 睡醒了以后 然后整个的再把它收起来 等等的你一天 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也是浪费到这上面了 就 冰箱空调 它前面有了这个沙发了 看一进门这三个沙发 有了 这后面这个地方呢 又搞了一套小沙发 在这里 哎 我现在 绞尽脑汁 我想不出来 谁上这来坐着玩 它这个特点呢 这个卫生间 看到吗 斜着在这里 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床垫的话 一个床的话呢 在这睡一个人呢 不用叠被子什么的 你就是一天就 少了很多的工作量 看一下它这个特点呢 这卫生间的特点 开了门以后呢 这个地方空间太小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 小的荷叶 磁铁的 这样的话呢 就里面的空间就大了 卫生间呢 也做的蛮整齐的 这个地方如果是一张床的话 实际上蛮舒服的 实际上 他把一个床的位置 搞了一个小沙发 然后 把 真正的床呢 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 这个设计是 我是 看了以后我是 很不理解很不理解的啊 挺好的一张床的位置 给浪费掉了 这个改房车呢 很少用F550这个底盘改房车的 它是F550四驱的 6.7成的才有发动机 才有发动机 这个车呢是蛮长的 现在售价是31万 9 这都卖掉了 现在这个车的 卖的是很快很快的 这个长度呢是够长的是 34尺的 我带大家上来看一下 现在上面人太多 他这个车的好处呢 四驱的呢 好处 他不太扩展 那车体呢已经够宽了 外面一个电视 这一个户外的一个小厨房 可以做一些小冰箱 洗手台 我看一下里面如果人少的话呢 给大家上里面去看一下 这四驱的底盘呢是不错的 很少用四驱底盘来改车的 这前面这里呢一上了以后一个额头床 前面是一个大天窗 额头床上一个电视 这个电视呢 我估计谁躺在上面看 坐在沙发看电视 从这个额头床这个地方 往后一看呢 一进门这里呢两个沙发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餐厅区 而且他这个所有的沙发上和座椅上呢 都是带安全带的 每一个都带安全带 这个厨房的操作台呢 都蛮好的 两个盆 一个电磁炉 还有煤气炉 卫生间也不错的 后面呢是一个床 看这个不带扩展的话呢 这个车实际上也是蛮宽敞的 这床要把它拉过来 拉到顶才能碎得 这车的总体呢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它是四驱的 四驱的可以跑些土路颠簸 所以它没有设计这个扩展 这是没设计扩展的话呢 也是蛮蛮舒服的 挺宽敞的 如果有了扩展的话呢 会一走土路的话呢 会垫出很多问题来 你在外面自己很难修理的 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它放平了 这个桌子放平了以后呢 小孩可以在这儿睡 身体短的呢也可以在这儿睡 那这个车的话 应该是可以最多能睡到六个人吧 我感谢它这个厨房的操作台 我是蛮喜欢的 又宽又大 在这儿看的一个小玩具呢 是越野摔烂 这旁边整个的墙 侧面墙呢 都打开 就成为一个散门了 里面呢 只是一个 坐都很难坐 只有这个地方是能抬起头来 前面抬不起头来 里面只能睡睡觉啊 后面这一个抽拉厨房 可以把它打开 站在这个地方做饭 上面这个地方呢 有散棚 这个我在昨天在西雅图那个房车展上呢 也看到了车呢 这呢有一辆有辆Promaster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车都卖掉了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辆车 它一进门呢 一进门呢 上面四个座 前面呢能旋转回来 然后这是一个小餐区 然后这个小桌子呢 我感觉这个 个人感觉这个桌面 一个太小了 还有呢 它固定的是用木板固定的 没有固定在金属上 所以这个摇晃的特别厉害 后面呢 大家 我带大家看一下啊 中间呢 这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呢 挺挺好的 比那个 奔驰那个做的好一点 因为这个Promaster这个墙是直的 奔驰那个墙是斜的 这里面都很宽敞的 后面啊 这是它的床啊 相当于主卧室 这平常呢 白天要把它收起来 做饭在最后面这个地方做 做饭的时候必须要收起床来 所以说你如果说一个人想躺一躺 想躺一躺 另外一个人想做饭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也是勤快人住的 这么小的车把所有的被褥什么的 往哪里放啊 得多少柜子放这些东西啊 而且最搞笑的呢 这上面搞了一个小电室 这么小的小空间 在这里还要看看小电室 家里的大电室 现在有多少人在看啊 我感觉它这个设计呢 后面这块设计 应该是很差的一个设计了 对于我来说 实用性不大 一个车上我感觉一张床 必须要有固定的 随时可以躺下 随时可以休息 这个冰箱呢 是一个很长细长细长的 一个冰箱 好啊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 再设计再差的车 价格也是很高的 然后 卖得很快 如果想自驾欧洲的话呢 这家公司呢 它是做那个 这个 送给我 ok actually take take it with my picture my car i trust you you get a better camera than i have 他是办欧洲驾驶 对吗 他是欧洲驾驶 就是啊 如果谁想做那个去欧洲 去欧洲做房车旅游的话 this one yeah 謝謝